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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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圣灵就降临 圣灵就浇灌 圣灵就充满 要我们一同先思想究竟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 你觉得五旬节代表是什么 是否五旬节的经历就像一些极端的灵恩派说 我们需要五旬节的经历就是追求圣灵充满 说放言 安持能力 在那边哭 在那边叫 在那边看异象 究竟五旬节的经历或者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 你觉得呢 从整个的上下文你看到整个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 教会建立 官府教会 很好 官府教会的建立 还有官府什么 他的意义是什么 神奇你刚刚说 大声一点 耶稣 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 五旬节的意义 能不能整句讲 这个是耶稣福和的见证 证明耶稣福和了 圣灵浇灌下来 很好 证明耶稣的得胜 耶稣的福和 还有呢 圣灵时代的彰显 圣灵时代的彰显 不是说旧约没有圣灵的工作 旧约也有 但是 没有那么的彰显 等一下我们才说明 有什么不同 圣灵时代 新月时代 人能够面对面的朝见神 能够直接的 透过圣灵跟神交通 圣灵的 开始 所以圣灵 好像代表着耶稣基督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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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的 在地上 代表耶稣在做工 很好 为了传福音的工作 五旬节的意义 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 为了福音 很好 还没有补充的 非常好 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工作 耶稣的大使命 经历神 很好 所以他们都经历到圣灵的浇灌 甚至看到神临在的许多的记号 有什么记号啊 大风吹 大响声 这个舌头的火焰等等 能够透过五旬节 把耶稣基督符合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 很好 念一念了耶稣基督的话 末世的开始 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这个是一个末后的日子 这个彰显 很好 让我们可以从 写生一切不同的角度 我们来 从耶稣所说的角度来看 好不好 我们就翻到十六节第一章 第四节 耶稣怎么说 第四节第五节 一同来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 再读第八节 但 好 这两段话 都是耶稣的讲论 其实 就是讲到五旬节的意义 为什么 需要有五旬节 应验了第一段 受圣灵的血 而这个话 我们放到马太福音 第三章十一节 当耶稣一出来的时候 施子约翰 就指着 耶稣 讲明 能力比我更大的那一位 我们从十一节 读到十二节 一同来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哪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 几血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好 够了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那施洗约翰 所给百姓的 只是个什么的施理 悔改的洗礼 能不能得救 只是预备他们的心 有一个悔改的心志 有一个归向神的心志 要归向谁 才能够得救 耶稣 要从耶稣那边领受 什么的洗 才能够得救 圣灵与火的洗 那顺便解释一下 为什么 圣灵的洗就叫圣灵的洗 为什么叫圣灵与火 我说加个火 一个火究竟代表什么 有些人就说 你不单单要领受 圣灵的洗 圣灵的泪住 还要领受个火的洗 有没有听说 就从这句话来 OK 这个都更骗你了 所以一般有些 比较极端的灵恩派 就说你不但要 信主受圣灵的泪住 圣灵的洗 还要有这个火的洗 就是圣灵的敬 讲放言 假如你没有这个 不得救 因为其实 事实约翰讲的后面 这个佛与圣灵的洗 是贯复得救的 事实约翰只能够 预备一个悔改的洗礼 不能够预备救恩 只有透过耶稣的 佛与圣灵的洗 才能够得救 所以大家先想想看 究竟这个佛与圣灵的洗 是什么 圣灵的洗 是什么 然后我们 在历史神学 系统神学也讲了 圣灵的洗 最好的定义是在哪里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得什么是圣灵的洗 圣灵的禁 Baptism of Holy Spirit 有人放着禁 有人放着洗 但在原来的文字 这只一个字 Baptism 好 我们翻到 哥林多前十四二章 这是最清楚的圣灵的洗的定义 明前十四章 十三节 好 我们一段来读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心里人 是我人 看到什么是圣灵的洗 圣灵的禁 看到了吗 所以圣灵的洗 跟圣灵的禁 不是讲到你 说方言 是贯服什么 成为基督奥秘身体的一部分 基督奥秘的身体 基督就是这个头 这个基督奥秘的身体 透过圣灵 把你 这是圣灵 累住到你的里面 圣灵不但累住到你里面 而且圣灵就把你连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圣灵把你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圣灵把你进到 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好以让你真正经历到过圣灵的后书五章十七节 那个应许是什么 弱人在什么 基督里 你怎么能够进到基督里呢 你是跳进去吗 还是要上山下海 跑到基督里呢 基督在天上 你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 接着谁啊 看到了吗 当你接待耶稣 你就得着圣灵的印记 你就得着圣灵的累住 圣灵就把你连进 把你洗进 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好让你与基督联合 当你与基督联合 就不得了了 代表什么 Union with Christ 代表什么 当你跟一个千万富翁 结婚 他成为你的丈夫 虽然你原来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假如你的老公是千万富翁 你跟他结婚 你再联合 你知道代表什么事情吗 啊 你就发财了 他所有的成为你的 万一不好听 离婚了 他所有的一半又归给你的 最近不是那个 英国的那个报业大王 跟一个中国女孩离婚吗 分了多少钱啊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们真的感谢神 他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跟救赎 头的一切的永美 头的一切的美德 丰富 公义圣洁 就成为肢体的公义跟圣洁 所以 主耶稣在首席约第一章 应许到你们都要受圣灵的喜 是指到一件什么事 指到圣灵与基督的联合 官府到我们的得救 没有与基督联合 我们最多就像犹太人一样 领受施子约翰那个悔改的洗礼 就是预备 不能得救 所以施子约翰说 你们要等候那个能力更大的 我连提血都 给他提血都不配 他要用佛与圣灵给你洗 官府到得救 他就是那位救赎的主 圣灵的洗 在乎官府到你的得救 官府到你与基督联合 也是要从圣灵的洗 从五旬节 圣灵降临 把每个信徒都连接在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里面 让这个救赎能够彰显在每一个肢体的身上 让这个教会通过它的连接而产生显明在地上 假如一个基督徒 没有圣灵的内住 没有圣灵的连接 这不算是教会 只是一个个体 个体 没有意义的 所以第一点 五旬节的意义 是圣灵的降临 教会的诞生 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 与他联合 在救恩上有份 官府到你跟我的得救 官府到你跟基督的联合 这个才是最重要 这就是诗习约翰所预言的 也是耶稣在诗习约第一章重新再说的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这个才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五旬节的意义 好 有没有问题 刚才所说的 五旬节第一个意义 是官府圣灵降临 教会身体诞生 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 与基督联合 领受基督一切的福分 没有这个联合 基督的公义 不能成为你的公义 凯文跟灵格结婚 对不对 他的丰富成为你的丰富 对不对 他的灵性会影响你多 对不对 多好 要凯文的电脑知识 也可以影响一下灵格 对不对 互相交流 彼此享受丰富 但是当然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联合 我们给基督是毫无贡献 就好像这个马丁路德 所说的 Wonderful Exchange 还记得吗 什么叫Wonderful Exchange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罪给他 耶稣把他的意义给我们 好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要原因 意义 就是刚才所读的 第一章第八节 看到吗 这次贯复到什么 贯复到恩赐能力 大使命的成就 今天为什么许多的教会 没有能力传福音 对大使命没有负担 没有办法能够把福音 真的带出去 没有得到从上到来的能力 我们还会讲论 很有知识 就好像今天在美国 最有名的军事学校 是哪一个 West Point 西点 对不对 他们的军事训练 知识 这个作战的方法 各样的策略 讲得精精彩彩彩 传授得不得了 每一个毕业的都知道 面对任何的情况 应该怎么作战 有什么方法 但是假如 你把这些西点军校的 最优秀的学生 他们学了三年 学了五年 送到战场上面去 他们只有军事知识 但是没有武器的话 没有能力的话 没有这个各样的 现代的这种武器装备 他们能打仗吗 不能打 不是用嘴巴讲的 真刀真枪的 他们有没有真刀 有没有真枪 有没有最好的武器 今天我们训练 基督的精兵 我实在觉得 很多神学很好笑的 都像西点军校一样 哇 圣经知识 各样的原文 解经 都把这些神学生 训练得好得不得了 但是这些神学生毕业呢 没有任何的武器 没有任何 熟灵的恩赐 你要他议兵赶鬼吗 他说 我们学校没叫过 怎么赶鬼啊 还有鬼吗 这个时代 还有这个 议兵的恩赐吗 真的有的吗 还是已经过去呢 没有任何熟灵的恩赐 面对熟灵的争战 他们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 真的是有魔鬼吗 真的有邪术吗 真的有鬼妇吗 他们不懂 我跟你讲理论 所以巴不得 每一个神学院 所训练出来的门徒 就像耶稣 所训练出来的门徒 是那个什么 传道 医病赶鬼 好不好 要我们一同翻到 马太福音第十章 一同来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什么 权柄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才是耶稣的学生 不是单单能够传道 也能够什么 医病赶鬼 这就是我们神学院的意象 Preaching Healing 还有什么 Deliverance PhD 真正神国度的PhD 不是你跑到什么美国神学院 读个神学博士 那个才真正的PhD 不是 真正的耶稣的门徒 真正神国度的PhD 我们一同说 真正的神国度的PhD 是什么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耶稣所做的 我们也要做 耶稣不单 Preaching 而且耶稣也做什么 Healing 也做Deliverance Deliverance D-E-L-I Deliverance 真正的PhD Amen 今天很多人 他们发现西方的神学院 为什么西方的教会会整个的软弱 就是放凉 很多的神学院 Seminary 其实假如他们不教导一个传备的装备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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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墓地啊 死期沉沉 Seminary 不是Seminary 真正的神学院 应该训练出基督的精病 他们不单单是有知识 有灵命 而且什么 有圣灵的恩赐跟能力 如同当你的门徒 他们有五旬节的经历 他们祷告 等候 直到被圣灵充满 所以五旬节的意义 就是要我们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 所以上礼拜讲了 这个能力包括什么 爱的能力 还有呢 话语的能力 还有义能的恩赐的能力 真正的Dunamis 我们一种来说Dunamis 那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各种的恩赐能力 道德能力 能够有效的 把福音传出去 直到地级 广华今天晚上要上班了 他来不了 他都非常知道 要去到埃及传福音 假如你没有义能恩赐的能力 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教的国家去传福音 因为他们要看 不是要单的听 看你的神 是否是垂听祷告的 是否守岸病人 病都得到医治的 你没有这种权柄 没有这种信心 你最好不要去中东 去世绝对送死 所以难怪耶稣教门徒说 你们千万不要出去 出去是送死 你们要等候 直到直到 你得这种上到来的能力 才能够把福音传到地级 所以很可惜的 今天仇敌的轨迹 就是要把这个能力的从教会 从基督徒的信仰当中 把它夺去 说圣灵的能力 医病的能力 赶紧的能力 知识言语的能力 预言的能力 放言的能力没有了 其实只是过去了 现在没有了 假如教会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教会就没有 这种的全辈的能力 为耶稣做坚持 所以解释 第二个重要的意义 第三 更重要的意义 在后面 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所读的 第二章是七十八节 再读清楚 再看清楚 那个更荣耀的是在节理彰显 更重大的意义 就是在彼得的讲论 看到吗 有没有注意到这里 用了两次浇灌这个字 浇灌浇灌 看到吗 浇灌凡有学气的 浇灌是什么意思 就是anoiting 恩高浇灌 圣灵在旧约常常用油 用高油来预表 那个恩高 高利 在旧约 谁要领受这个高利 Anoiting 先知济世君王 而且在旧约 先知济世君王 他们领受那个油的高利 这个油其实是预表谁 是谁高利他 是圣灵 我们很快看一两段经文 看在旧约王被高利 我们看这个 撒摩尔记上十六章 十六章十三节找到报门读 大声点 撒摩尔就用脚里的高油 走在他猪兄弟中高了他 从这日起 也会在灵中大大感动大卫 撒摩尔 撒摩尔前回拉萨去了 所以撒摩尔高利大卫 让大卫要做王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之前扫罗 第十章第一章 第十章第一节 Chapter 10 看到吗 也会高利 做他产业的君 所以一个君王 要被高利 这个高油 代表圣灵 圣灵 高利 做君王 那同样的祭司 要不要高利 也要 我们翻到 Tri-Gi-Gi-28章 Exodus Tri-Gi-Gi-28 28章四十一节 Forty-One 一等来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人 和他儿子圈带 又要告他们 让他们分别为圣 好给我公祭司的职份 要得祭司的职份 要什么 被高利 祭司要被高利 先知 要不要被高利 也要 我们翻到 网上十九章 以利沙那么的有恩赐能力 你发现他被谁高利啊 高亚伯拉阿拉人 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做先知 接训你 这个你是谁啊 以利亚 以利亚 高利 以利沙 接训他做先知 所以我们得到个结论 在旧约 祭司 君王先知 就要什么 被高利 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 荣耀的职份 做王 做祭司 做先知 那么 这样一个荣耀的高利 你发现 到了五旬节 圣灵 教官 圣灵 高利 每一个基督徒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不得了啊 不是单单 或者是旧约某一个人 可以做君王 可以做祭司 而且常常是分开的 你不能又做君王 又做这个祭司 分开的 但是在新约 这个圣灵的高利 高利在谁的身上 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像基督一样 因为先知 祭司 君王 三种荣耀的职份 都在基督里面了 基督的丰富 也要成为什么 你的丰富 他所做的事 你也要做 耶稣做君王 做先知 做祭司 你也要做君王 先知祭司 但是怎么做 没有高利 不能做 直到五旬节来 圣灵浇灌 圣灵高利 每个基督徒 让他们得着 这个荣耀的职份 让他们每一位 都成为小 君王 小基督 小基督 所以这个才是五旬节 最荣耀的恩典 不是让你 圣灵充满 讲讲方言 圣灵击倒 这个就是五旬节 了不起的经历 这个还是次要 最荣耀的 这整个旧约所 一直在预备 一直在预表 那个荣耀的高利 今天在五旬节 圣灵教官 每一位 每个基督徒 教官满有学习的 不是单单是高利大位 不单单是高利扫罗 每一位 每一位属神的人 都要领受 这个圣灵的高利 这才是真正 马丁路德 所说的什么 圣徒 接祭司 圣徒接祭司 圣徒接君王 圣徒接先知 这整个根基 是在圣灵的高利 圣灵把你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圣灵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个才是最有用的事 你要做耶稣所做的事 你一定要有耶稣的职份 不然能做吗 名不正言不顺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名正言顺 可以做先知 可以做基司 可以做君王 所以为什么 光临多前书十四章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想道 我们都是君中的基司 别的前书 我们更是在生命里面做王 不是先去管别人 先管谁啊 管自己啊 管你的老我 你如果有能力在生命中做王 管理你的老我 钉死你的老我 这个才是最荣耀的职份跟权柄 这才是五旬节最重要的意义 看到了没有 我真的巴不得希望 很多林恩派的弟兄姊妹 能够看到 这才是五旬节重要的恩典 神把这个荣耀的职份 赐给你 然后才把这个荣耀的恩赐 能力 配合这个职份 透过圣灵充满 把他表达出来 所以后面才讲到恩赐 这个恩赐不得了 我们继续看 十字经算第一 第十七节 第一章十七节 神不但要将 他的灵 浇灌 凡有学习的 目的是什么 你的儿女要说预言 Prophesizing 要做先知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哪人做异梦 然后我要藏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子女 他们都要说预言 做先知 说预言 Prophesizing 代表神说话 所以 这个恩赐 各种的恩赐 包括做先知 讲道的恩赐 做预言的恩赐 还有各样的恩赐 神在五旬节之后 都要交款 给每一个弟兄姊妹 不是只是某一个人 可以得到恩赐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够得到圣灵 谁给予 要给我们各种的恩赐 不是要上旧约 旧约只有 小数的几个人 有圣灵的降临 有圣灵的恩赐 但在五旬节之后 每一个弟兄 凡有学习的 每一位 都得到这个荣耀的职分 而且每一位 都能够得到恩赐 与他的职分 能够上乘 都得到圣灵 各方面的恩赐 圣灵的九大恩赐 会有更多的恩赐 都会在不同的弟兄姊妹身上 或多或少的 都在彰显 所以解释什么 恩赐的 普遍性 我们可以叫做 恩赐的普遍性 不是小数的人 刚才所讲的是 一个职分的普遍性 每一个人都能够 成为先知及时君王 再读下去 五旬节的 荣耀的意义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藏我的灵 教官 凡有学习的 假如把这些经文 配合 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逼得的能力 并且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去 做我的见证 把这两节 放在一起看 你看到五旬节 一个更荣耀的意义 是什么 这个凡有学习的 代表什么 不单单只是 先入以色列人 也是什么 凡有学习的 因为福音要传到 第几 所以五旬节 代表这个救恩 不在现在 犹太人 耶路撒冷 这个救恩 要直到地底 每一个的民族 每一个人 凡有学习的 都能够 有这种恩典 可以 得到圣灵的 灵在 这是救恩的 普遍性 从五旬节开始 五旬节之前 没有这回事 五旬节之前 甚至门徒 要到外邦的 城医去 耶路怎么说 我是风照 寻找以色列的 米亚 外邦的城医 你们不要去 我们听得很不爽 这就是神在 旧约的 主权跟拣选 甚至新约 神在没有民族 也有他的 主权跟拣选 而这个的 主权 跟救恩的拣选 在旧约 就显明 不管你 服不服 整个的旧约 这个几千年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不能说 哇 我们中国人 那么好 还有孔夫子 我们人爱道德 讲得那么好 做得那么不错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在旧约时代 都不得救 救恩的门 没有打开 只有救恩 直线的以色列 但是五旬约之后 救恩的门 打开 神在每个民族里面 都有他的拣选 我们去寻找迷羊 我们不是把一个 迷狼把它变成羊 我们有这种能力 你要把一个狼 变成羊 到最后你可能 被狼吃掉 我告诉你 我们要分辨助领 你千万不要以为 每一个 愿意来到教会的 就是主的羊 我告诉你 有些 在那是犹大来的 把你卖了都有 把你吃掉都有 我们是寻找主的迷羊 耶稣基督用保险中将 已经买数了 我们把它召回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五旬约 你发现 都不是我们原来 以前所曾经想过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 恩典跟意义 约翰福音十四章 学历记住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送你最后一个 它更不是约好 有appointment 所以要先走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不得了 这个音许 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我们一种来说 叫他永远的 与你同在 表示什么 啊 是我今天爱耶稣 我今天侍奉 我今天有美好的生活 圣灵都与我同在 哎呀 我明天跌倒了 圣灵不与我同在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想的 把耶稣的应许 改了 耶稣明明说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圣灵 在旧约 圣灵 特别是在圣徒 要做工的时候 或者要受感 发预言的时候 圣灵与他同在 或者说 圣灵比较长时间的 与但一里同在 他蛮有圣灵 但是 这个恩典在旧约 从来没有说 圣灵永远的 与一个圣徒同在 的确在旧约 假如你犯罪 跌倒 或者你工作做完 圣灵就 不与你同在 但是在新约 太永远的恩典了 不管你做工 不做工 软弱 不软弱 耶稣就是应许 什么 永远 与我们同在 Amen 也就是五旬节 因为圣灵 内住在你里面 把你连在基督的圣灵里面 这个的连结 是个永远的 是永远永远的强力交损 圣灵不会离开你的 因为假如一离开你就代表你什么 你不得救了 你没有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看到吗 这个不能改变 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 永远 永远存在的 好 所以从这六方面来看五旬节的意义 不是在乎 那个 圣灵充满的 外在的经历 看到佛 看到圣灵 滚在地上 发热 发麻 发斗 很多的 灵根的教会就是高举一些外界的经验 我也相信可能有时候有 但是 这个五旬节 有更荣耀的意义 这个才是教会的前途 假如每个弟兄姊妹都看到 他被圣灵 内处高举 成为先知 祭司 君王 他也要能够得着圣灵的恩赐 能够 做先知 讲道 做预言 这个才是真正教会的什么 福星 今天很多这些图 没有看得自己的 职分 定位 因为我信了耶稣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信耶稣 之前 是个老板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我还是个老板 我还是继续赚钱 不再是老板了 所以已经不做老板了 哈利路亚 对不对 神给那个新的职分 哈利路亚 做君王 做祭司 做先知 就算你 仍然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真正的身份 隐藏的身份 你是double agent 你懂吗 double agent 表面是工程师 其实你要在 你是偷进这个工程师里面 做先知及事军 要得到这个公司的 要把这个公司翻转过来的 这个才是职场酸教 否则我们福音 永远先在教堂的 四本墙里面 要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你不再是工程师 你不再是 这个医生了 你不再只是个老师了 你真正的office 你的职分 先知及事军王 不得了 你是double agent 007 你有两种身份的 我们住在地上 其实我们是住在天上 我们是天上的公民 按照天上的公民 我们是先知及事军王 按照地上 你可能有一个职业 但那个只是表面 你不再是为了一个职业而活 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是为了要 理行你先知及事军王的职分 而在那个公司 在那个学校来做事 但是假如你 没有这种职分的看见 你不会有改变 教会不会有真正的复兴 所以为什么 耶稣讲得那么的有把握 当你们得到能力 就能够为我做见证 指导地气 因为这个能力 这个教官 代表职分 代表安慈 代表能力 代表刚才所讲的 讲的多少 六面还是七面 六面的重点 你问我都没写下来 OK好 讲一都没有的 我是今天下午在备课的时候 神让我看的话 这个五旬节 要从这个角度再讲 离开耶稣的信义 原来五旬节的信义 差太远了 我们现在 扁小了五旬节的意义 就是以为 哇哇哇哇讲方言 都是五旬节的意义 我们把五旬节的经历 讲得太小了 那这个先知 即是君王 是一个基本的职分 每个基徒一定有的 是属性 对了 每个基徒的属性 属性的职分 但是是否你在教会里面 做使徒 或是做传福音 那个是更具体的 属于教会的职分 教会的恩赐职分 有人是做劝导的 有些是治理事情的 administration的 那个是在教会的 侍奉恩赐里面的 一个更具体的 一个 不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先知即是君王 是人人皆有 教会凡有学习 只要你是基督徒 就一定得到 这三个职分 因为这三个基本的职分 在基督里面 基督就是先知 就是即是 就是君王 甚至我们 假如再有时间里 回去好好查稿 创世纪 第一章跟第二章 亚当本来在神面前 就是先知即是君王 堕落了 把这三个失去了 只要讲一个事情 为什么有安时日 你就看到 亚当即是的职分 安时日 不是亚当在那边 跟老婆聊天 散步 看看日落 看看星星 安时日 亚当要带领万物 来到神的面前 凡有学习的 都要赞美 我前几百种小鸟 然后大象 再发出象的声音来赞美 他要 亚当是个总指挥 这个师班的总指挥 哇 不得了 那个是 真的 反而气息的都要赞美 也有 那个太荣耀了 我前几天才看那边文章 说 甚至每个电子 这些科学家在研究 每个电子 在发出一种 音乐 每一个的 monicules 真的 这个诸天都在 熟悉神的荣耀 绝对没错 整个宇宙 大的整个穷窗 甚至小到一个 monicules 每一个的 electrons 电子 它会发出一种音乐 一种频率 在那边赞美神 只是我们听不见 太荣耀了 亚当就是在 安时日的时候 不是单单 只是不做工 来是 要纪念神 创造的恩典 带领这万物 来敬拜神 太荣耀了 那亚当先知的指纹 有个明显 有没有看到 命名 他明白神的心意 按照 神的心意 按照万物的特性 给他命名 定下的 名字 特性 甚至亚当也代表神 跟夏娃说话 散了果树 不能吃 他代表神说话 先知 君王就更明显了 管理凡所创造 但是很可惜 多了要我们失去的 先知 即是君王 特别是在先知方面 失去了这个知识方面的恩赐 亚当本来了解神的心意 了解万物 结果多了之后 什么都不懂 所以到了我们现在 要花那么时间 要去读啊 读啊 看啊 研究啊 多痛苦啊 亚当本来就得着神一切的知识 万物的知识 他是动物学家 他是植物学家 他是各样的专家 各样的PhD 他太厉害了 他能够为万物 走出命名 而且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 特性来管理他们 不得了 今天我们连我们的丈夫 连我们妻子的 那个性情都不了解 所以呢 很多人说 丈夫是水流 太太是蝴蝶 丈夫是从佛姓来的 太太从水姓来的 只会哭 都不了解对方的特性 所以好多的冲突 矛盾 但是亚当真的了解啊 所有都能够了解 但是唯一就是不了解 亚当了解那么多 为什么会听了老婆的话 这是最不懂的 这是个神学上的奥秘 为什么他会听了夏娃的话 去吃那个山岳果树 而不听神的话 爱得太厉害 哇 这个汪浩很有经验啊 为了太太啊 什么都可以放下 不错 好 这个是很难 很难 很难了解 我们的知识 真的很有限 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 最后 关于这个高丽的事情呢 基督被圣灵高丽 我们再看两节 重要的圣经 因为刚才只是从十字经 第二章的角度 在保罗的讲论里面 在老约翰的讲论里面 都提到这个事 我们看 零后第一章 第二章 基督被圣灵高丽的 其实经文讲议都没有 写上去 零后 第一章二十节 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 看到吗 神 这个圣灵高丽我们 我们每一位都是被圣灵所高丽的 所以同样的 约翰一书第二章 老约翰也提到这个事情 所以不但是彼得被圣灵感动 讲到这个事情 老约翰也讲到这个事情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 第二章二十节 一同来 看到吗 从圣者受了什么 恩高 其实原文没有那个恩 只有高 受到annoying 受到圣灵的annoying 恩高高丽 让我们成为先知 祭司君王 也得着圣灵 所恩高 要给我们各种的 恩赐能力 这是五旬节重要的意义 好 所以 解释五旬节 十四旬节第二章 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说明 我们再翻到 十四旬节第一章 因为节节圣经不讲完 整个五旬节的来龙去脉 不完整 第一章 十四节 除了是耶稣的应许 圣灵要降临 那门徒们 做了些什么事情 好让他们得着 五旬节的能力 他们做了些什么 用来读 解释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一的 恒切祷告 所以第一件事情 要恒切祷告 你伤心神的应许 你渴慕神的应许 你愿意 付上祷告的代价 穆迪先生 他是美国很有恩赐的 布道教 由此他在布道之前 前面有两个老姐妹 坐在最前面 居然没有开始之前 这两个老姐妹 一在那边 同声 很大声地 就为穆迪先生 祷告 所以穆迪先生 就故意走过去 听一下 这两位老姐妹 为我些什么事情 祷告 这个听到 这两位老姐妹 就说 圣灵啊 求你来充满 穆迪先生 圣灵啊 你来充满他 充满你的福人 一直为这个穆迪先生 圣灵充满 这个事情祷告 这个三回之后 穆迪先生 就跟着两个姐妹交通 你们为什么一直为 我圣灵充满的事情祷告 两个老姐妹说 因为你 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你要祷告 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你要祷告 你要得到五旬节的经历 牧迪先生本来 听起来很不高兴 怎么这两个老姐妹 训他 没有被圣灵充满 要祷告 但是神的话 感动他 他都开始为这个事情 在祷告 不足的祷告 祷告了一段的时间 在他的专记里面 见证说 有一天他走在路上 突然间 那个五旬节的圣灵的大人 教管他 哇 他里面充满了荣耀 充满了喜乐 他知道圣灵在充满他 哇 他喜乐荣耀的不得了 什么事都不做 就马上就走到附近 那个会友的家 在那边祷告 敬拜赞美 从此之后 他的整个的事风 不一样 过去几次几百人的步道会 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真的得着能力 步道会是上千人 上万人 从美国的步道 到欧洲的步道 那个话语有能力 有那个话语的恩告 所以这些老姐妹是很厉害的 她一听就知道 她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她还是在她人的魂的那种运作当中 很有口才 但是不是被圣灵告默 不是被圣灵充满 但是墓底先生 他伤心 他渴慕 他横切地祷告 第二 节省经文又提到一件什么事情 不但是祷告 而且是横切 门徒们他们祷告了多少天 很多节经家说十天 这十天可能 横切到个地步 都是整天躲在马可楼上 不下来 也不吃饭 近日祷告很可能 都是很迫切 圣灵啊 你一定要来充满 我一定要得到圣灵的能力 否则我不能为耶稣做见证 很迫切 横切地 迫切地近日祷告 都是要求圣灵充满 求圣灵的能力 所以这个 横切 用时间 他们是用了十天 又提到一点 这里提到什么 同性合一 表示这些门徒们终于怎么 彼此认罪悔改了 原来是不能同性的 本来是要做老大的 要做王的 要管着别人的 勾心斗角的 现在终于愿意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同心合一 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也需要 真的是对付自己这个器皿 真的是 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 要求圣灵来充满 看着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不配 自己的卑微 自己的跌倒 我需要得到能力 过圣洁的生活 我需要得到能力 能够把福音传出去 过去看到人都不敢讲福音 主啊赦免我 恩罪悔改 能够求圣灵来充满 这三个重点 那我上礼拜也讲过 神很恩待我 就在我 这个台大快毕业前几个月 在一个退休会里面 我们青年团的退休会 我们就在那边横切祷告 祷告 祷告 祷告了几个小时 神真的恩待我们 没有祷告十天 结果圣灵就交换下来 哇 我们一个一个被圣灵充满 有姐妹唱灵歌 我从来没有听过灵歌 第一次听 那个声音真的是 非常优美 而且那个音高是非常高 都不是这个姐妹平常所能唱到的音高 好像那个声音从天上来的 当你有敬畏的心 然后就有人说放言 有人就在那边流泪祷告 哭认罪悔改 哇 我们在那边乱成一团 被圣灵充满 整个的生命完全翻转 好 所以解释关于五旬节的 是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 需要做到的一部分 那刚才忘了讲一个很重要的字 很有意思 灵后第一章二十一节 神告我们 这个告字 你回去查考一下原文 太有意思了 这个字怎么读啊 Christus Christus 这个字从哪里来的 还记得这个字吗 我们考试考过了 Christus 基督 基督是名词 这个字的动词就是高 就变成Christus 其实基督这个字 在原文就是收告词 跟高 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在这里讲到 高就是 把我们变成小基督了 同一个字 Christus 把你Christus 外面变成小基督 原文 高这个字 anoited one 就是 Messiah 就是基督 Christus 就是这个字 但anoited one 那个收告的那一位 就是基督 而犹太 而犹太一直等着 那个特别的那一位 受告者 就是Messiah 希伯来文 翻成英文就是 anited one 那位要来的王 Messiah 受告者 基督 所以你看希臘文 你真的会跳起来的 基督是Christus 高是Christias 动词 anite 把你变成小基督 我们下学期到九月份 可能应该会开希臘文了 把不得每一位同学 都要来学希臘文了 假如以前已经修过了 再来旁听 谨慎一下 因为一个学期真的不够 会忘光 我告诉你 好 所以关于这个五旬节的意义 有没有什么问题跟分享 我们还有几分钟节堂 好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我们一同翻了我们的讲义 我们要 介绍圣灵的位格 我们刚才讲到 圣灵会试下能力 对不对 但是要记住 圣灵不是能力 但是很可惜的 这个 耶和华见证人 对圣灵的定义 就是一个能力 包括摩门教对圣灵的定义 就是所谓的 一个永恒的 Eternal Pure Matter 你们刚刚上礼拜 上了张牧师的这个课 就讲了各种的异端 摩门教不承认圣灵有位格 那么耶和华见证人说是能力 摩门教说是matter 但是这个matter是 在永恒里面就存在 Eternal Pure Matter 那他们的教导 摩门教是要透过他们按手 你就领受这种的圣灵的 Pure Matter 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那么 什么叫做位格 什么叫位格 圣灵是有位格的 不是个能力 位格最简单的定义 我们写下来 就是有位格者 来有独立的思想 情感 意志 的存在者 我再读一遍 有位格者 来是 有独立的思想 情感 意志 的存在者 他存在 不是存在 好像是一个能力 或者一个matter 他是有一个独立的 思想 情感 意志 甚至语言 这个叫 有位格 所以严格来说 一些低等的动物 我们不能说 他有位格 人 有位格 天使也是有 思想 情感 意志 清楚的语言 所以我们 对圣灵的认识 他是三一真神 第三位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God 三一真神 父神 父神是第一位 第一个位格 不是说 他是number one high 不是指高低 不是说低 就是他高 The first person 第一个位格 的认识跟介绍 第二个位格 就是耶稣基督 The third person 第三个位格 是圣灵 那假如 那假如人要你 简单的 定义 和说明 什么是三为一体 你怎么说 什么叫三为一体 用最简单的定义 你觉得应该要包括 这什么 的说明 三个不同位格 但是是独一的正神 OK 一个本体 三个位格 真理 你说 三角形 所以真理是用初代教会 教会历史里面 初代的教父 用这个三角形 来说明 定义 一个本体 有人放着本首 有人放着Godhead 一个本体 One being God 一个本体 不是两个本体 不是三个本体 假如是两个本体 三个本体 就变成三神论 二神论 就像马基安所说的 就又是二神 Evil God 新约是三神 两个本体独立 就是二神论 三神论 甚至许多的印度教 是多神论 满天神佛 但是 基督教的信仰 新旧约的圣经 其实是 独一的正神 One being God 是一个本体 一个本首 但是 在这个本首里面 有三个位格 而且是独立的位格 而且是独立的位格 的神 是父 子 跟圣灵 所以初代教用 这个图 就是说 天父 这个箭头 画一下 是神 圣子 是神 圣灵 是神 但是呢 圣父 不等于圣子 他们是 独立 两个 不同的位格 要独立的思想 情感 一致的 不同 你的儿子 怎么像你 你的女儿 怎么像你 他就是一个 独立的本体 独立的位格 他有他的想法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 你儿子一定会像你 对不对 他有他的想法 来人 有来人的想法 对不对 每一个圣 是你生的孩子 但是 他有他的位格 假如我们中国的 父母懂得这个位格的话 就不会 仅仅管着 我们的孩子 一定要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他有独立的位格的 他有他的想法的 不能把我们 原来的想法 把我们的情感 思想一致 我们不能实现的 希望他来实现 No 他不能做你 独立的 所以 父跟子有独立的 自己个体的 思想情感意志 所以甚至主耶稣 能够在科西玛利 有他的那个情感意志 对不对 把这个杯 能够摟去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然后 父的意思 父的想法 跟子的想法 就合一了 但是不是 耶稣没有挣扎 耶稣也有他的 自己在肉体里面的 思想情感意志 那父不等于圣灵 圣灵更不等于圣子 独立的 为哥 那么 假如你要用这个图来定义 我们下堂课 一定要 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 要从圣经里面说明 独一的真神 这是第一步 要说明 There is only one God 第二 要证明 父是神 子是神 圣灵也是神 要找到经文 给他看 然后第三 父 子跟圣灵 是一体的 不能分的 有父就有子 有子就有圣灵 有子就有圣灵 是一体的 就是 合一性 要找到这经文 证明的合一性 所以最简单 你要记住 你早上 要泡三合一 我们的神 就是三合一的 当然这个三合一 不是咖啡 糖跟奶 但是 意义上 父子圣灵 是不能分的 合在一起的 一体 假如我们能够证明 这三部分 那你就是把 我说定义 这三部分 那你就把三为一体 解释清楚 缺一都不可以 三方面都要 找到经文来支持 还能说三为一体 在圣经里面 没有这个词 没有 没有三为一体 这个字 但是 却有这三部分 的经文 只要把这三部分 的经文 都凑在一起 你自然的结论 就是 三位 三个独立的位格 却是 一个真神 或许 反过来说 一个独立的真神 一个独一的真神 它里面 却有三个独立的位格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子圣灵 圣灵是神 他们又是 不能分的 永远合一的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